好了 目前我進來 那這裡的神奇的 光線是皮眼混蛋 它是很有日式那種氛圍的 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在雨 那你們也看到了 其實今天是颱風 然後我從飯店 就是搭電車來到這邊 今天我們要來吃的是 日本知名 日本算是日本知名餐廳 那它這家餐廳 它主打的東西就是水炊鍋 他們的老闆起初是九州人 那他來到 東京新宿這邊的時候 他來到東京的時候發現 怎麼都沒有水炊鍋可以吃 一似乎他就開了這家餐廳 然後把它取名叫玄海 今天他就是要來帶給各位看看說 水炊鍋到底是什麼東西 然後說我也沒有到很了解 那他到底好不好吃 適不適合推薦給各位 我們今天就來看看 然後目前看他裝潢是還不錯 好啦各位人 我們就進店禮本 欸這裡還蠻高級的 就是我只有一個人 可是他讓我做就是一區 就等於是你吃飯不會被別人打擾 我覺得這一點很棒 我很喜歡那種 吃飯是自己一個人吃的感覺 不太對 這樣講好像有點像是我們朋友 我喜歡吃飯的時候 就是除了自己朋友以外 假如是自己一個人吃飯的話 我會喜歡不被打擾 不被打擾的感覺 然後我們請看一下 這邊的價錢也不會 大部分都會於一輕日幣上銷 我覺得這邊還不錯 哈囉 嗨嗨嗨嗨 那我剛剛點的是什麼 給各位看一下 我剛剛點的是他的這個 原煮水吹鍋 水我不會唸 可是這是Taki 對 應該吹鍋的意思吧 對沒錯 然後點了一個759的部分 然後我還另外點了燒烤 那燒烤的話我是點這個 這樣 全部加起來 他各185元 應該是1234這樣 一個一個185這樣 那在他上菜之前 我還先給各位看看這裡的店面 好了 Let's go 這裡的話就是一次就是一組人 這樣 那今天的話我只有一個人來 於是他就讓我一個人坐 這樣的位置這樣 他的座位其實是蠻舒適的 他就是一個桌墊 然後他就是很簡單的一個桌墊 然後旁邊你可以放東西 我覺得這樣一個空間 其實是還蠻舒適的 各位我第一次不知道該怎麼吃飯 這個真的很困難 然後他寫英文 看不懂 沒關係 他剛剛有大概示範一次給我看 我應該大概了解 好那各位 如你們所見 就是傳說中的水錘鍋 好我先試試看他剛剛有先幫我做好一個 這個的話應該就是醬料的部分 對 然後 這個有點像是魚 漿 原來 我之前吃的都是假魚漿 魚漿是這個味道 你咬下去會覺得像在吃魚肉的感覺 可是它是魚漿 嗚~~ 然後旁邊這裡還有一些就是 他的一些配菜 好吃 有點像是 他吃起來有點像是雞肉動 然後 嘴哥看看 那個 那我鍋子裡面 然後他剛剛有倒在那邊起來 我不知道是不是直接喝嗎 喔喝湯用 這真的是直接拿來喝的 然後 嘴哥看一下 這就是我們所謂的 水炊鍋 喔 喔 這裡面應該是雞肉 對 然後我知道這個是幹嘛的 這應該是丟骨頭這樣 然後 你有 你喜歡的話你也可以加點蔥 那我個人是蠻喜歡吃蔥的 所以我會加點進去 可惡 我不知道是不是其實加進去 感覺應該是 對 每個人喜好不同嘛 對不起 我吃的沒有很專業 對 可是 依照他剛剛的講法 應該是這樣 沒錯 然後 總之 你想要吃的話 你就可以把它 把它肉繞出來 然後直接丟到醬料裡面 然後你只要吃一吃 然後骨頭再倒到這裡 然後假如說 你想把湯完全濾掉的話 就用這個 這個 這一個 就可以把湯完全濾掉 還不錯 還不錯 可是 感覺分量 其實還好 沒有到很多 對 然後這裡還有一個醬子 那我們接下來就來吃吃看 這個水碎過的部分吧 好 來吧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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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串燒送來了 我的串燒送來了 感覺很不錯 在吃我們的主餐之前 我想先吃一下我的串燒 我點的是這幾個 這幾個 可是我不知道意思 對 沒關係 早知這個應該是乾的 所以這個 不可思議 給你們看一下 它乾淡這樣 然後說不可思議一點點 是在於說 超級軟耶 好吃 在台灣吃的乾 都是偏硬的 超軟 我真的不知道要怎麼想 有點像是 人家吃 吃豆腐的那種軟度的感覺 你咬下去會直接整個化開 好 好扯喔 非常軟嫩 非常軟嫩 而且滑順 你不用花多少力氣 你可以直接把它咬下去 嗯 接下來是這個 我真的不知道這種 這四個好像都是乾耶 這個我真的不知道是什麼 可是它還有一種很非常特別的口感 說不上來 我吃到更美 我吃到更美 你一咬它幾 你一咬即爆 然後 嗯 每一次的 每一次你 咀嚼 每一次你咀嚼的那一下 它的汁都會噴出來 很好吃 可是我真的不知道它吃是什麼 我要吃些其微的捧位 呵呵 我第一次吃飯吃得這麼不知所措 我的大力 再來是這個 這個應該就是一般的乾 那它是把乾切成一小塊一小塊一樣 嗯 哦 我知道 剛剛那種乾 台灣有在賣也是軟的 只是它那個更軟 這個 在台灣吃的話 你可能常常吃到會很有嚼勁 我很喜歡吃乾 然後在台灣吃的話 你可能會很有嚼勁 可是 它是乾 我們聽 你們有沒有聽到那個聲音 就是 壓下去 很脆 超脆的 脆到耳朵 我在台灣吃的時候 它真的是真的乾 看來這隻雞有一個新鮮的感覺 再來這個 那也是 乾還鮮呢 喔 是鮮 你們知道我在台灣 吃變得超多鮮的 這個應該是 目前我吃過的鮮裡面排名前幾的 它的鮮非常的入味 烤得很剛好 然後也很有嚼勁 不會有腥臭味 這一點我覺得很棒 這一個一串心是一百八十五 那 除以三 六十多 欸 還蠻便利的耶 那可以舔耶 CPC蠻高的 好 那接下來我們就來吃我們重頭戲 就是我們的準式鍋 然後把我們 煮好的放到醬料裡面 我終於知道剛剛那刺鼻的味道是什麼 是它醬汁的部分 會有點 像是醋的感覺 好吃 好吃 它雞肉很嫩 就是雞肉沒錯吧 雞肉非常的嫩 然後配上酸酸甜甜的醬汁 吃起來 會有一種 就是 你知道後面會有一種 它還會有一種 後勁 然後往前衝刺 感覺很像 在一起就是 不停的刺我的胃 因為 醋的味道 這個醬 這個醬料 它裡面有醋的成分 它醋的味道 會刺激我的胃 然後 會讓我覺得一口接著一口 然後吃不膩 真的好吃 好滑嫩喔 好吃 我試一個 加醬的 好吃 好吃 好啦 你們假如來日本 想要試試看玄海的話 我覺得 是真的可以嘗試的 不會後悔 真的還不錯吃 而且 這裡的請教氛圍非常好 然後別忘記 你剛才有倒一杯湯 最後你可以再喝一口湯 喔 我真的覺得 它這個湯還是很難來煮西飯 好 超好呢 它的湯已經 充分的把它的肉 就是 味道給融入進去了 肉的味道 它深刻的融入在湯裡面 你整個喝起來 就是一鍋非常陰陽的湯 超棒的 真的是 真的是頂級享受 在這邊我要跟各位觀眾講一下 老實說我是不喝湯的 但是這一鍋湯真的很好喝 各位 假如你們來日本 然後看到有人推薦玄海的話 你們會問我說 嘿我都能不能去吃吃看 我跟你講可以去吃 並非一定 可是你們可以嘗試看看 因為我覺得 裡面的料理是值得推薦的 而且是真的好吃 今天整體分數的話 我覺得 假如你在融入裝潢那些的 85分 85分 已經非常高了 我覺得 真的來 來了 不會後悔 但是不會到非必要去吃 會有更多更好的點 可以給各位選擇 但是這一家店 真的好吃 我今天吃的這一餐 總價值大概是493台幣 耶 很便宜 其實老實說 100多塊台幣可以吃到這麼多東西 我覺得還蠻便宜的 而且 我驚訝的點是 它的燒烤 因為它的燒烤真的很便宜 比台灣的還便宜 台灣的價錢是 你知道 它上面 這個 這個 這個什麼 不是圖鑑 這個菜上面寫說 每一個 各185元 在台灣是 每一個 各185元 可是它是台幣 所以我覺得 這邊的燒烤真的蠻便宜的 各位可以趁機會多點一些 好 各位觀眾 希望你們會喜歡這次的餐廳推薦 如果你們有更多的餐廳 想要我去試試看說 你們不確定好不好吃 你們可以在下方留言跟我說 我下一次去日本的話 我可能就會安排這樣 如果你喜歡今天的影片的話 歡迎在下方留言跟訂閱的喜歡 那記得去追蹤我個人FB HEYU 以及ADO 粉絲團 黑羽LIVE 還有追蹤我是Grid BLSK 3284 然後最近我也辦了推特 如果有興趣的話 也可以去追蹤我推特這樣 好各位觀眾 我們下部影片見 掰掰 掰掰 我們下部影片見 我們下部影片見 我們下部影片見